我安靜為琪琪 說不完情意容 我安靜為琪琪 也太陽快深空 愛好小龍女的龍亭 這日為第三次過唱進行彩排 早前參加中年好聲音 並且成功打入100強 雖然之前有豐富的參賽經驗 並且曾經奪冠 但被問今次參賽有沒有信心勝出 她就很謙虛了 我是努力的 這麼謙虛 我之前在星光大都拿冠軍 但每個比賽都不同 其實我去比賽都是想認識多些朋友 看到有哪位選手的優點 我可以用來學 還有我可以給多些觀眾認識我 緊張的 我試過緊張到聽不到自己說話 這麼誇張 我覺得我最緊張就是這個 不過她比賽都很緊張 聲音我也會緊張 即是接下來又有比賽 又有演唱會 可以嗎 可以的 即是我會做演唱會 所以那時候我就全程投入做演唱會 然後我再全程去比賽 以往在旺角街頭獻唱 被冠以街頭鄧麗君的美語 所以小龍女今次開場 當然都會唱鄧麗君的名曲 她還說會有新搞作 這次我們做了幾個串銷 鄧麗君不同時期的串銷 很多歌是有幾種語言 我都會有一曲幾唱 即一首歌就唱幾種語言 即有廣東話、國語 一首歌和一首曲 有幾種意思 每種歌的感覺都不同 但你知本身是否認識很多種語言 還是要專程去學 我不是認識很多種語言 廣東話都挺挺挺的 漢陽和楊立門獲要擔任小龍女個唱嘉賓 兩人之前都分別在自己的秀中邀請過小龍女合唱 漢陽透露今次選了一些經典劇集歌獻唱 因為其實我自己看小龍女她都唱過很多 即我師傅羅文先生和印尼小姐的合唱歌 那也是電視劇集歌獻唱歌 應該沒出生的 但應該是你聽過的 然後這次也是會唱 也會唱羅文先生和印尼小姐的歌 我以前在網上都看過一些朋友傳給我看 小龍女在街頭表演的片段給我看 我真的覺得這個真是驚為天人 幸好去年我開唱歌獻唱的時候 我的經理人公司也找了她做我的嘉賓 她一口答應,我很開心 所以看過她表演的親朋戚友 都變成了她的支持者